早晨,黃埔花園要車,你哪個位置呢? 5分鐘到,車牌是9729 我是叫梁國偉,做香港的即使司機 我從業了30年有多 這輛車租了6年 每天的辦公時間就收了6點至下午12個小時 計算一下,比我家的時間多 我家的時間未必有12個小時 剛剛好,24個小時 車是12個小時,家是12個小時 多數香港的即使司機都是這樣 2022年初,最令我深刻是因為我們是DGC機 當時的天氣非常之惡劣 下雨,很冷 當時的情況之後,醫護人員很累 因為病人太多了,他們很辛苦 那的總呢,召集我們的會員司機 就幫忙接醫護人員上班、下班 目的就是希望他們爭取多些時間的休息 隔的駕駛是快些的,他們至少省半小時的時間 他們要預約,向我們的的總那裏 預約了時間之後,我們的義務司機 預約了時間去車他們上班和下班 始終有些人是跨區上班的 他們如果不是用我們這個服務 他們可能每天只一程上班的時間 都要一個小時以上 我們現在本來每天省了一個半小時 他們起碼有足夠的睡眠時間、休息 而且他們都已經住在家 他們都很開心,上車都不斷感謝 所以他們都很開心,我們都很開心 因為聽到他們的讚賞 我們當然更加努力,有個動力去做 疫情當時這麼嚴重 其實大家都很擔心 我家人都叫我不要開工 也有很多司機真的不開工 沒有開工,因為怕了疫情 我家人說,始終都有人做 好像醫護人員那樣 他們是怕染疫,第一線的 他們都要做的,那不是怎麼辦 這些病人,有一點勉力 我們的司機很開心 起碼為社會出了分力 2022年,回歸25周年 的總搞了一個很龐大的活檔車隊 過百架的機器司機 插著各個香港九龍新界 一系列全線,在遊行 當時我亦都去參加 當時有這麼豪唐的車隊 經過街道,很多市民都會圍觀 拍手,或者對我們揮手 當時的心情非常開心 很激動 因為這麼大個兒子 每次有這麼多人向你歡呼 揮手 所以覺得這個景象自己都很深刻 希望30周年的時候 我有機會再參與這些活動 直至到50年 直至我保駕車為止 通關正常 全香港的市民都會覺得很興奮 因為中國一家親真的很多年 很多人這幾年沒有回家 探望家人、太太、兒女 起碼大家互相探親 見親人 自然經濟慢慢會復甦 慢慢會好上去 2023年開始 希望我們的國家和香港 經濟和人民交往越好 經濟越好 會向上 展望向上 大家都 我們直至司機 希望同業 做好自己的本身 服務大家 我認為香港會越來越好